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16題 何謂對沖基金 何謂共同基金 事就行銷 客群 費用率 操作標的 操作策略 績效衡量等 面向 說明之 對沖基金通常又叫做避險基金 共同基金就是我們一般所熟悉的 他可能跟社會大眾吸收錢之後就會按照他所列的操作策略或是操作目的去操作之 所以我們下面就開始從這幾點來看 就行銷的部分 其實對沖基金通常他不需要公開的銷售 只要私底下去找幾個有錢的人來加入就可以了 但是共同基金是會公開銷售 因為他主要就是對大眾去募集資金 所以會收到比較多的規範 例如說他還要發公開說明書等等 然後裡面就要把他到底投資標的是什麼 然後他的投資推論是什麼等等都要寫出來 法例就會比較多的限制規定說 他行銷的時候該符合哪一些的規範 但是對沖基金其實共同法律就不太規範他 他也不需要公開的去銷售 我只要私下的去募集就可以了 好吧 那客群呢 其實對沖基金通常客群就是一些大的客戶 或有錢的客戶等等 那也因為我們法律通常都覺得說 這些人應該都很聰明 所以大概也不大需要去管他 但是共同基金因為客群比較像是普羅大眾一樣 所以法律通常就會有比較多規範說 你只能做什麼事情 你只能按照你當初所寫的操作標的去做 操作策略不能太過於激進等等 然後可能還會有最低的持股比率 然後還要讓投資人可以隨時贖回 那不需要像對沖基金 所以還需要閉鎖期 然後數回10點 還是一年之間幾個10點而已 而且要數回之前 前幾天還要先跟他講 所以可以把它想成 對沖基金的客群就是一些比較有錢的大戶 那共同基金就是一些比較普羅的大眾 那費用率呢 當然就是共同基金它的費用率 大概就是一般你可能去買的時候 會有一些什麼手續費 或一些保管費等等 那費用率呢 大概就是2%左右 但是呢 對沖基金呢 其實它通常費用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它除了一些需要支付的 例如說經理費 或者是操作費等等 事實上它還會有一些紅利的部分 那通常有時候會設定說 今天這個對沖基金假如賺錢的話 那其實經理人呢 就可以呢把多賺的部分的20% 那就是當作經理人的紅利 那當然呢 每次都要超過之前的水準 那才能夠夺取到20% 那不能說呢 你今天100塊錢 然後下一次賺的120塊錢 所以呢 你就比100塊多賺20塊 然後呢 就得到20% 然後之後呢 假如說跌下來110的時候 那當然就領不到錢 可是110 假如又漲到115的話 那因為呢 沒有超過之前的120 所以事實上呢 經濟經營的人呢 還是拿不到錢 那也就是說呢 今天對沖基金 它就是說今天只要能夠 超越之前的水準的話 超越之前淨值的水準的話 那超過的部分呢 通常就可以再拿一定的比率 去當作經營人的績效的一些 一些類似紅利的等等之類的 好 然後呢 操作標的呢 通常共通基金呢 就比較受限 你假如說是股票型基金的話 那就只能去操作股票 那假如說你是債券型基金的話 就是只能操作債券相關的東西哦 但是呢 對沖基金呢 它的操作標的就非常的多樣化 那法令也不大管 所以呢 它可能呢 可以今天選去操作股票 然後呢 多空都去操作 例如說 它可能就做多120%的資金的部分 然後做空20%等等 或者是它可以去做一些什麼 可轉代套利啊 或者是呢 去買一些 陷入困境的公司的股票 然後等待那個股票呢 可能會有些重整的機會 最後會成功等等 那或許呢 有些是像全球總金啊 它就是到全球的股會市 然後用一些 也算法呢 去看有沒有那個賺錢的機會哦 那或者它就是會去看 那一些公司呢 它可能會 有詬病的可能性 所以就會去 可能就買入呢 快要被詬病的公司 然後去放空 要去詬病人家公司的股票等等 總言之呢 它就它操作標的呢 就非常的多樣化 那操作策略呢 嗯 其實我覺得對沖基金跟 共同基金呢 操作策略其實大有不同的 大概就是兩點啊 一個就是 嗯 槓桿 另外一個就是 嗯 空 能不能做空的問題哦 那槓桿的話呢 其實共同基金很少使用槓桿 非常少使用槓桿 但是對沖基金呢 使用槓桿是 加長便放哦 那什麼東西叫槓桿呢 那我們在第一部影片呢 有請你去看一下 我們之前選擇權的一些 影片裡面有提到槓桿 那基本上就是 你今天假如呢 呃 自己只有出一塊錢 但是呢 卻去玩 超過一塊錢的 銘木本金的資產的話 那事實上呢 我們就說你的槓桿倍數呢 事實上就是在於 以換句話說 你就是創造出了槓桿 那對沖基金呢 使用槓桿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共同基金呢 其實呢 槓桿是比較少用的 那甚至呢 嗯 在某些狀況之下才可以使用 不然法律呢 也限制說 其實你是不能夠 用太多的槓桿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能不能做空 那共同基金呢 嗯 通常不能夠做空 甚至有些共同基金 它還有最多 最低持股 比率的限制哦 那換句話說 做空也只能在某些 很特殊的狀況之下 譬如說 你是因為避險的目的 才能夠去做空 但是呢 對沖基金呢 其實做空也是非常常見的 他今天可以就 他覺得會漲的標的去做 同時呢 去放空 他覺得會跌的標的 所以呢 我們操作策略呢 大概這兩個基金最大的差別就是 能否做空跟槓桿的使用 好那最後呢 就是績效衡量 績效衡量的話 共同基金呢 通常 就是會找一個Benchmark去衡量 那例如說 你假如是台灣的股票型基金的話 Benchmark呢 可能就會找台灣的大盤的報酬指數等等 那假如說呢 你是全球的股票型基金的話 你可能就會找 MSCI呢 全球股票的一個指數喔 那換句話說呢 共同基金 你只要表現的比Benchmark好 那即使呢 今天Benchmark跌的很長 譬如說跌了10% 但是呢 你跌了8% 那就比這個基礎還好的話 就交代的過去喔 所以共同基金呢 基本上就是跟一個標杆指數的績效去相比 但是呢 對通基金呢 因為它多空不可以做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市場 不管是走路或者是走空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狀況 你應該都好像可以賺到錢一樣 所以呢 對通基金它的績效通常就是採用 絕對的標準喔 換句話說呢 它沒有去跟一個Benchmark比 它就是完全呢 跟零區相比 或者是呢 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比喔 所以今天呢 不管大盤漲多少 或跌多少 那它就是希望呢 永遠都會有賺錢 例如說 屌大盤跌了很多的話 那事實上呢 它還是希望呢 就是 採取絕對績效 而不是相對績效 所以就是呢 跟零去比 那看有沒有賺錢 或者是呢 跟自己 的預定的目標去比 看有沒有賺錢喔 所以呢 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呢 事實上是一個相對績效的概念 但是呢 對通基金就是一個 追求絕對報酬的概念喔 那這大概呢 就是這些 從這些面向呢 可以去看對通基金跟共同基金有哪些的不同 那事實上呢 對通基金呢 在應該是在2008年之前了 那法令通常是不大去規範它的 但是呢 後來因為 實在是做的有點 什麼策略 其實 監禮機關好像也很難介入喔 所以 我記得在大概2008年到2009年的時候 那美國呢 就有宣布的法律說 那事實上呢 你今天假如是 來對通基金的話呢 你可以來登記 然後登記之後就是自願了 以後假如監禮機關要去看你的策略的話 那你是自願可以被監督的喔 那這個法令呢 剛宣布出來之後 很多對通基金呢 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 可能會有對通基金想要去 去接受監禮機關的監督呢 所以 大家就預期說 可能不會有太多對通基金去登記 結果呢 想不到呢 漸漸的就有對通基金去 去登記說 好吧 我在某些狀況之下呢 自願接受 法令的監督 讓監禮機關可以看我整個交易的過程 還有記錄喔 那想不到就有對通基金慢慢的就願意去 接受監督了 結果後來呢 變成好像是說 呃 自願去接受監督的對通基金 那 似乎呢 大家就會覺得他好像是一個比較正派 比較好的對通基金 因為他敢 讓監禮機關呢 在必要的時候去看那個交易策略 然後呢 你假如不去登記的話 那市場上的人就會說 你就會覺得你這個對通基金怪怪的 那你為什麼不去登記呢 是不是裡面有一些見不得的人的內幕等等 所以呢 後來就是漸漸的 竟然大部分的對通基金呢 都去登記說 願意在特殊的狀況之下 讓監禮機關去看他的那個交易策略喔 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呢 有時候那種書面的資料實在是太繁索了 就是要填太多的那種文書作業了喔 所以呢 後來索羅斯好像就說 他要退回所有的 人家請他操盤的基金 他不想再幫人家操盤 因為了曼娜操盤 就要弄大堆這種文書作業實在是太煩了 那他呢 就成立自己的家族的辦公司 指揮自己的家族操盤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不用再去接受監禮機關的監督喔 那這也是呢 一個小插曲 好那我們看一下第17題喔 你覺得對沖基金這幾年的表現為何 那事實上對沖基金呢 月期就是表現非常好的時代呢 大概就是2000年到2003年 因為那時候是網路泡沫化 所以整個股市都跌得很慘 但是因為對沖基金呢 他可以做空嘛 所以在那時候呢 就一泡而紅 那幾乎呢 就紅片的 大概一直紅紅紅紅 我們到了2008年 2009年左右 但是呢 從2010年之後 那全球股市呢 似乎就陷入一個非常詭異的狀況 也就是說呢 好像就是一漲難跌 就很容易漲 但是就是很難下跌 那即使下跌呢 好像也反映了幾天之後 就又彈回去喔 所以呢 我記得在2009年的時候 大概1月開始呢 那時候股市有點反彈 那大家就說這個就是大跌之後的反彈 但是呢 等到5月繼續彈上去 然後一直彈上去之後 3月5月一直彈上去之後 大家呢就開始漸漸懷疑說 這個到底是真的要上漲還是在反彈 那但是呢 到了大概2009年底之後 那整個2009年幾乎很多股市 都是漲幾乎會要百分之百 那就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但是呢 漲那麼多之後 其實只要有一些風雪草動 然後投資人就很害怕 所以呢 整個2010年呢 只要今天有什麼危機一出現 那通常呢 投資人就很害怕 因為畢竟賺很多了 然後就趕快賣出手動的股票 所以就馬上造成瞬間大跌 可是跌了之後呢 發現好像都跌不下去了 所以過兩三天之後呢 又把它撿回來喔 所以不管是歐債危機啊 不管是中國的什麼危機 或者是日本地震等等 好像都是反映幾天 那這個市場呢 就繼續往上漲喔 那甚至呢 像英國脫歐呢 大概反映了一天 然後呢 美國總統選舉呢 川普選舉 大概就是反映十幾個小時 下跌之後呢 又繼續的上漲 所以呢 全球的股市大概從 2009年之後呢 幾乎多頭漲了十年 到2019年呢 幾乎是漲了十年 所以這十年呢 最大的贏家呢 幾乎就是買進持有的 那對沖基金呢 就是在那邊殺雞殺兔殺兔殺兔 然後每天在那邊猜說 聯準會是不是要升息啦 或者是呢 在猜呢 這股市是不是要下跌了 所以呢 大概從2015年之後 對沖基金就 表現得非常的 不盡理想 那尤其那時候 常常在猜 聯準會不會升息 結果呢 發現每次都猜錯 然後猜錯之後呢 就一大堆對沖基金就爆掉了 那甚至呢 那最後市場上的波動度呢 就消失了 那消失了 就是全球股市都不大動 都不大動 所以呢 對他們來講 今天多空都做 其實呢 還蠻難做的 那最後呢 到了2018年的時候 終於波動度回來了 但是呢 2018年呢 實在是變動的太劇烈了 暴漲暴跌暴漲暴跌 所以呢 很多對沖基金呢 還是死翹翹了 所以 總而言之呢 這幾年對沖基金呢 真的是 表現得不盡如意啦 那 你就會不盡想說 那既然呢 華爾街那麼多聰明的人呢 然後 很多公司都騙了很多很聰明的人 然後用很多很尖端的武器 在那邊市場上廝殺 結果稍後呢 竟然還比不上買進持有的人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說這10年來實在是比較特殊啦 漲了10年呢 所有的人都變股神了 那對沖基金死得很慘 好像也是可以預見的 因為他們常常 多空 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的 當然就比不上 剛才就買進持有的 所以你可能會預期說 那未來幾年呢 或許對沖基金會表現比較好 那這個我也不知道 未來會不會對沖基金表現比較好 不過呢 我們可以來大概 隨便查一下吧 例如說 我們就查一下對沖基金 然後呢 我們就查2018年狀況 看有沒有什麼消息喔 好 所以呢 這裡就是 發現2018年呢 其實挺有趣的 它大概就是 終於從2018年 第一次贏過S&P500 但是呢 2018年的成績還是很糟糕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查到對沖基金 然後2008到2018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消息 2008和2018 好吧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大概就是有一個新聞喔 就是說 2018年呢 對沖基金的績效呢 就是一好一壞喔 那也就是呢 大概是 2008年來呢 可能是 非常差的一年喔 但是呢 好消息就是 看可能是2018年呢 第一次贏過 S&P500 所以 我再看有沒有更好的一些 一些 一些 嗯 2018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新聞喔 所以它就說呢 2018年呢 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大概就是呢 對沖基金呢 十連奶呢 首度幾百 S&P500 這個是從2018年的十連奶首進的 但是呢 假如說你今天從 絕對的績效來看的話 那2018年呢 其實對沖基金 還是表現得非常的差喔 非常的差喔 咦 那怎麼看不見一個表 我看一下 例如說2008 然後我們就打去很網看看好了 嗯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一個表 可以看喔 好 所以呢 它說 平均對沖基金報酬率 自2018年首次打敗大盤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有一個表 就是說呢 嗯 今天從2008年開始喔 那左邊呢 是整個對沖基金呢 嗯 加權 的表現 結果 那右邊是S&P500的表現結果 那2008年呢 當然對沖基金還是表現比較好 畢竟它可以做空嘛 但是從09年呢 到17年 那幾乎呢 漲了10年喔 所以呢 對沖基金每年都跑輸 S&P500 那今年呢 終於 不是今年 就是2018年呢 終於跑贏了S&P500 所以呢 大概就是好一點點喔 但是呢 其實就絕對報出來看呢 2018年在整個對沖基金 過去10年表現來看 也是算是偏差的 所以呢 才會剛剛有一個標題說 去年對沖基金的績 一好一壞 好的狀況就是呢 終於 2008年以來呢 第一次 跑贏S&P500 但是呢 一壞就是呢 其實就絕對報出來看 2018年對沖基金的績效 大概也是近10年來呢 數一數二的差 好 所以到底表現得好不好呢 其實 真的是見能見智喔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10年呢 對沖基金實在是太吃別了 因為基本上這個股市呢 幾乎只漲不跌喔 那多空多做的話 那通常呢 績效就會 比較糟糕一點 不過呢 大家再看一下這個 表的時候呢 大概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通常呢在財務裡面喔 你要去比較兩個東西 績效到底 誰好誰壞的話 那理論上也是不能直接看 這個報酬率的大小 因為呢 有時候你還要經過風險的調整 那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 A的投資組合呢 假如今年賺10% 然後呢 B的投資組合今年賺8% 那就A一定比B好嗎 其實並不一定喔 因為有可能 A呢是承受了非常多的風險 非常多的風險喔 然後呢 他才會得到10%的績效 但是呢 B他沒有承受什麼風險 就已經得到8%的績效 所以通常呢 在財務裡面你要去比較說 績效好不好喔 有時候還是要看一下風險 也就是我們會算一個報酬 風險比啊 所以呢 其實這個表真的就只是 只是用來銷銷 對通基金的啦 因為 理論上你是不能夠 然後這兩個數字直接比 看誰大誰小 你還要去算一下說 那各自呢 承受的 例如說系統風險 到底是多大 但是呢 其實對通基金有時候 他的系統風險還真的 他承受系統風險還真的蠻難算的 因為呢 有些對通基金呢 他去操作的績效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多的流動性喔 在沒有流動性的狀況之下 那當然就沒有市價可言 所以都是要靠模型去決定那個價格 但是呢 靠模型決定價格的話 就有很多人為的操作空間喔 例如說 今天你可以把這個價格呢 弄得平一點啊 反正也沒有市價 可供遵循嘛 完全就是我模型說是多少錢 他就多少錢 所以就有很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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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美化的地方喔 例如說今天講一個 東西呢 可能三個月之內都沒有這個成交量的話 然後 三個月前有成交價格 三個月之後有成交價格 那我就可以呢 把這兩個成交價格 直接弄一個平滑的線 然後使得他每個月呢 好像他的鏡子呢 都是慢慢的平滑在上升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算出來波動度就會比較小 那假如說你去算報酬除以波動的話 算出來就會比較好看 所以呢 其實對通基金有些策略 真的是非常難去算它的風險是多少 以至於呢 真的要去很正確的去評量 到底對通基金比較好 還是SMP比較好 除非這兩個數據真的差很大 差到呢 大家覺得說 今天即使考慮了風險進來之後 好像呢 也沒有辦法去扭轉 說某一方 一定是比另外一方 絕對大 那不然呢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 還是必須要去看一下 他們各自承擔多少的系統風險 然後再去算一下呢 報酬風險比 或許就會比較客觀一點 那直接這樣比的話呢 基本上是不大合格的 但是通常報章雜誌就是喜歡這樣去做 那總而言之呢 過去十年真的就是多頭十年啊 那我們幾乎買進持有次大的飲料 對通基金從2015年之後 就死了死逃了逃 很慘的 例如說 像 有一些還蠻有名的 像什麼 綠光資本 Greenlight 那這也是之前2008年呢 做空大賺一筆的 結果呢 2018年呢 真的是賠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慘 非常慘 那例如說呢 有一些 也是很有名的 避險基金啊 例如說 潘興基金啊 PE啊 SHING 這也是2014年的話 其實表現最好的對通基金 結果之後呢 好像早模一樣 那買什麼東西呢 那個股價都會一直下跌 都會一直下跌 那甚至最後買太多了 還變成是董事會成員 反正這三年來呢 真的是很多對通基金 事情很多都無期不有 那甚至呢 在2018年11月的時候 假如沒有記錯的話呢 應該是有一個人 應該是有一個人 叫做 什麼 詹姆斯科迪 之類的吧 所以我們來按看看 能不能找到這個人 對 就是這個人 叫做 詹姆斯科迪 叫做 詹姆斯科迪 但是他在2018年11月的時候 就突然把客戶的錢幾乎都賠光 幾乎都賠光 然後最後就是拍了一個YouTube 然後跟客戶說很抱歉 沒有錢我全部賠光 所以這大概是第一個避險基金的經理人 在YouTube上面跟大家認出了 那我記得呢 我就是 在那段時間可能是11月中旬的時候 有看到有人傳給我一封信 然後我 那是英文的信我也沒仔細看 但是大疑就是說 好像今天有一個 避險基金倒掉了 然後他還把客戶的錢賠光 而且賠光之後其實還不夠賠 所以就是說呢 叫他客戶必須要繳錢再補錢進去 然後我印象深刻是裡面寫了說 事實上你當然也可以不繳 你會收到法院一封信 叫人家補錢進去 但是呢 你也可以不繳 只是你以後呢 信用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我之後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想說 哇 竟然還有買基金買到最後呢 全部被基金經理人賠光了 最後呢 我還要再貼錢進去 那我就覺得說 這實在是 太生氣了 那這個基金經理人呢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說穿的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呢 他通常就是當選擇權的賣方嘛 所以呢 他就是賣買權 那賣買權呢 其實就是對標地物看不長的意思 但是呢 其實他是做多 他是對天然氣的那個買權呢 去放空 也就是說 他今天呢 是標地物是天然氣 然後他去賣的 標地物是天然氣的買權 標地物是天然氣的買權 好 結果呢 天然氣呢 從去年11月多呢 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從2塊錢呢 就開始漲了 然後漲到幾乎會要到4塊錢 所以 他就爆倉了 然後就 在YouTube上面拍了一段影片說 很抱歉 我把他賠光喔 那這個風險呢 我沒有辦法去駕馭等等之類的 然後 拍完這影片之後 就消失了 就再沒有出現了 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呢 他的腸位爆掉之後 其實大概隔過了10幾天 那天然氣呢 又回到幾乎是2點多塊錢 所以 這真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說 槓桿放得太大的話 有時候呢 熬不過某些 過程就是熬不過去喔 那就會發生爆倉的事喔 那總而言之呢 嗯 對沖基金這種東西 反正我們一般小戶 也不大可能去參與啦 當然呢 現在有一些 對沖基金的基金喔 然後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買這個基金 我就會幫你去投資對沖基金 那事實上是 有一陣子 去流行這種 讓小戶可以去參與對沖基金 他就是呢 把對沖基金 包裝成基金的基金 所以你只要去買基金的話 他就把這筆錢拿去 投資對沖基金 但是後來 嗯 或是發展怎樣 我也沒有太去注意了 不過 總而言之呢 我們既然是小戶的話 那 這種東西就 就看看就好了吧 好 所以這個就是第17題喔 我們的回答 那基本上我覺得 對沖基金這幾年的表現呢 我們其實是非常的 比不上 大盤幾乎就是 買進持有 那麼的好喔 那你隨時都可以看見 哪一家這種結金又爆掉了 所以 嗯 大家 從中可以去體會一下 那這種演示性商品呢 的操作 到底 要怎麼樣的去操作 好 那這就是我們 對第17題的回答 嗯